隋唐这样伟大的朝代 至今依旧为人饥饥乐道 明粉冲在明朝时也常说远漫汉唐 足见这几个朝代给国人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朝代都值得人们怀念 像是晋朝和清朝 一直是没少挨骂 司马家的晋朝被称为中国风险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个朝代 靠农权篡位开国 几乎历代君主都挥庸无道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老百姓们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上层皇族们自相残杀 搞出各巴王之乱 导致五胡乱华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痛使 清朝在近代被列强门打成筛子 成天割地赔款 又是关外起家 自然少不了挨骂 可进朝代黑暗 肥水之战也算是保住了汉人的半壁江山 清朝代腐败 康贤盛世 也算是出了个雍正这样的秦镇皇帝 有一个朝代 当皇帝全平常的帅 显妃子身体要都暖下凉 简直一无是处 被称作是中国史上的秦寿王朝 这个王朝便是南北朝中的北齐 北齐的皇帝一共有六个 却是一个国座 只有二十八年的短命王朝 这个数据看上去就很搞笑了 为什摩要说北齐是一个秦寿王朝呢 因为这些皇帝门前的事情简直秦寿不如 兄弟之间互相杀伐 刚从皇帝哥哥那接过皇位 转身就把皇兄的儿子杀掉 看到自己的弟媳 嫂子长得漂亮 就要霸占 不顾礼仪廉耻 历朝历代所不得见 北齐的建立同晋朝有些类似 都是全臣把持朝政 最后自己取而代之 这种的天下义的王朝皇帝们 根本不知道创业艰难 当皇帝只追求无限享乐 根本不管是摩仓生设计 只有第三位皇帝齐孝昭地高 也颇有作为 但只在为两年就因为打猎坠满摔伤而死 年仅二七岁 其他的皇帝中日除了喝酒 就是陈印后宫女色 每一个活过三十五岁 北齐的第六位皇帝高伟 能继承王位全平常的帅 再无其他优点 齐国虽然皇帝昏庸 但因为有一批能沉猛将在 时有主婚于上 郑青于下的说法 让敌对的北周也是无计可施 可高伟却开始了一些烈的做大死行为 芒山大劫后 他问蓝陵王高长弓 你每次打仗都那么不顾性命 冲锋在前 墨衣有了闪失 可该怎么办呢 蓝陵王不假思索地回答 家世亲切 杜劫虽然 高伟对这句家世亲切 很是不自在 由此猜忌蓝陵王有不臣之心 后来自死了蓝陵王 自毁长城 高伟臣以女色 也是丝毫不输给自己的叔父辈 专宠冯小莲 据说冯小莲不仅精通一律 能歌善舞 身体还都暖夏凉 高伟即便在会见大臣的时候 也常常把冯小莲搂在怀里或让她坐在膝上 为了讨冯小莲的欢心 在紧急的军国大事都可以延后处理 有道是 小莲欲体恒陈业 以暴州失入晋阳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 高伟在赶到晋州的时候 城池即将被齐国军队攻破 坐地道攻之 城县时也不 将是城市一入 结果高伟突然下诏停止进攻 要请冯小莲观赏最后的攻城一战 北周军队利用冯小莲化妆的时间 赶紧修补城墙 等冯小莲 被其军队也没法攻破这座城池了 有这样的皇帝 国家不灭亡才是怪事 成了亡国之君的高伟 竟然还不忘向北周皇帝 请求归还冯小莲 北周皇帝倒也大方 跟高伟说 朕是天下如脱喜 一老欲起于公昔也 很痛快的就把冯小莲还给了高伟 但已经作为亡国之君的高伟 想在那个动荡年代安度后半生无意 吃人说梦 没多久他就被扣上 谋反的罪名被杀了 北齐这一秦兽王朝的荒唐故事才算结束 也有现代历史学者认为北齐的史书成书教外 所以其中记载的很多史料都不可靠 可能是后来统治者有一些